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啊 对了 我母子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是我做的一点点心 送教练尝尝 我也没想到今天会忙到这么晚 对不起啊 用这个做礼物实在是有点太没有诚意了 没有没有 我只觉得 有点舒适很亲切 谢谢你的礼物 这连再见 慢点慢点 哥 你怎么在这里 那个女人是谁啊 你那么生气干什么 你说我为什么生气 你都已经有我和田小姐了 为什么还要到处勾三打四 你胡说什么呢 田小姐的嘴是很臭没错 但她是真的关心哥 所以才让我晚上来看哥到底住在哪里 哥 你对其他女人那么好 你这样对得起田小姐吗 还有 除了田小姐之外 只有我知道哥的真实身份 哥为什么要对那个小屁孩也那么好 你知道对得起我吗 冯总统 我不觉得哪里对不起你们 现在的人类已经无法管理自己的占有欲了吗 占有欲 没错 就像小时候 我妈把我喜欢的变形金刚 拿给别的邻居家的小孩玩 我哭着跟我妈整整绝交了三天 就是因为真的爱所以才不想分享 可以分享的东西 都是可有可无的 这才是正常人类 可是对于我来说 你们和那对母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话 哥对我说也就算了 千万不要当着田小姐的面说 她很迟钝的 经常被打了一巴掌 要隔天才觉得疼 这种地方怎么好住人的 哥你还是回去吧 你的田小姐 每天晚上看电视看到半夜 带你回去 今天的事情我会当做 什么都没看到 跟你报声 今天晚上我还陪你 我可不是无家可归 有时候 只需要保持一点距离 不然会被她当场 私人猜杀 一旦不回去了 她就感觉像是丢了东西 据说会等到很晚才睡 也不知道是真事情了 也不知道是真事情了 我会让你烦一下 我会让你再次看 我来一项 你让我跟你 response 你做到那么多 你愿意就会让我回家 你去抓到哪里 我会让你走到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田小姐 你收拾好了吗 我来送你回娘家 不会说话就少说 还有 看我这样笑收拾好了吗 回这里带着去 还有安西还亲自过来谈商业合作的事 我的未婚妻真是个老母 这说明我们公司 很看重和红氏集团的这次合作 我亲自过来 这学义里有一些条款 你也不好跟我讨价还价吧 这个就是收获 你还真是直接了当 商人无力不起早 就像我们之间的联姻 不也是一样吗 以后你要是真嫁过来了 我都可以退休了 说到你的身体 还真是到了可以退休的状态 得多锻炼才行 要是我真嫁过来 你的身体出现什么问题 红氏集团又这么大的家业 我可就百口莫辩了 请进 俊卿姐 你好 红总 要不我晚点才来找您 没事 薰薰不是外人 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好的 是这样子的 公关部的同事 听说红志龙董事前阵子回国了 这次开董事会 要不要通知他 回国了 你们联系到他了吗 因为联系不上 所以才来问您 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好 我知道了 我会自己看着办的 好 那我先出去了 不好意思啊 咱们聊到哪了 聊到 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什么问题 我很可能背黑锅 那还真有可能 至少我的堂哥红氏龙 会对你一直纠缠不休 刚才你们聊到的那位 红氏集团的董事 是啊 因为我是私生子的关系 所以他一直觉得 是我抢走了他的红氏集团 如果我出了什么状况 红氏集团落在你的手里 他再一次让主舍的鸭子飞走 估计会气到吐息了吧 不过我挺羡慕他的 占着股份 不公开露面 不参与经营 是迷莫测 潇洒得很 实际上 我也联系不到他 联系不到 你们唐兄弟的关系 还真是复杂 幸好我们只是表面联姻 不过你真的不用太担心我的身体 我已经在田小姐 推荐的那家太拳刀馆 开始联系了 我还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呢 被未婚妻嫌弃 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事 对了 田小姐和薛先生的关系 还稳定吧 何止是稳定啊 简直就是秘里调游 你为什么一定要等歌一席上去呢 废话 当然是为了掩饰他穷的事实 一个买得起胡心两意大宅的人 连个车都买不起 合适吗 我爸那人也真够贼的 上回说什么 喜欢一辆三四百万的车 薛妖怪竟然答应直接买给他 听小姐 你不会真的要嫁给他吧 说什么天方夜谭呢 燃药书徒懂不懂 竟然还肯给我夜不归宿 我看他连临时光男友的身份 都快保不住了 这骑得怪的 这车停在这儿 人呢 下来 别在车上搞点玩意儿了 下来 下来 你怎么不开门呢 下来 我叫你下来 老田 原来你们都在车上了 不跑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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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女婿呢 一会儿就来 好好好 不对 你在擦我 他应该跟你在一起呢 说 我的女婿呢 拉aton 你有什么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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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三四百万的车 也算不上太贵 女婿送你的礼物 收下吧 这么昂贵的车 我开会不会太招摇啊 你娶我更招摇 你不招摇大半辈子了吗 那我就 爸 还真准备收啊 我只是随便收拾而已吧 我连聘礼都没有准备 一部车实在是太寒酸了 父亲那样不嫌弃的话 就收下吧 我们不是谈图富贵的人家 这一点点的小心翼 就收下吧 别让孩子为难 那辆车你哪个车好租的 好吧 看来那车我是真要买下来了 是吧 看来那个穿着白裙子又蹦又跳的神经病卫生巾广告 我真的要接了 车是我买给父亲大人的 欠你的钱 我也打到你的卡上了 你查一下吧 我做的事情 不用你买单 你哪来的抢 抢银行 好事你不相信 抢银行你倒是信 我可是个孕婚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吓我 等你真的怀孕了 我一定把你放到香岸上供起来 学姐 我不会的 我小时候是不是特别可爱啊 两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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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吃饭了 下来吃饭了 我马上过去 去哪儿啊 警察局 婆婆 所以这个人是帮你的 你看清楚了吗 我还没老糊涂 谁偷我的钱把我推倒的 谁帮助我 我还能弄不清楚啊 好的 婆婆 您现在需要做份笔录 然后签字 好 签字签字 哪有你们这样做警察的 把好人端的坏蛋 而且你看看 这孩子长得这么近 一看 就心地善良 对不起 婆婆 我们一定会改进自己的工作的 哼 喂 什么事 没什么事 我正开车去你们片场附近办事 好朋友不就是应该经常联系吗 比如 一起吃个饭什么的 今天忙 没空陪你吃饭 没关系 我等你受控 嗯 我说你今天还有问题啊 你这无时鲜音琴 非奸即道啊 不过我今天没戏 我在片场了 是吗 我的作为 那也没关系 反正我也还没过去 那 那就改天吧 先生 这里不能停车 这是剧组租借的车位 您不能停在这里 搞什么呀 你这不在片场吗 还没结婚吧 那真是太好了 我告诉你啊 我孙女今年刚大学毕业 你没吵了消息话 吃个饭 亲爱的你真棒 您就是那个被我男朋友帮助的老婆婆吧 不用客气了 这么年轻应该做的 婆婆 我送你出去吧 咱们已经走了 不用送你沿着我 你爱喝多酸奶 不喝 那我喝了 真的好喝 还生气呢 没生气 生气就生气呗 有什么好丢人的呀 上次视频的事你瞒了我 这次我又冤枉了你 咱们俩算扯平了 你好像很喜欢跟人扯平了 错 我只跟你扯平 如果是别人的话 我一定要高他们个一仗半仗的 而且我现在还是你的房东 债主兼仇人巡视雷达 而且还见你一部百万豪车 所以你要赶紧抓紧这个机会跟我和好 看来和好对我很有好处 当然了 走吧 请你和水流汁啊 不喝你了 樱桃汁吧 那我能让冬冬改名叫樱桃吗 老板 李教授那边暂时没什么异常 雪凌桥的 前两天和今天都去了一趟警察局 警察局 因为在超市卖东西的时候 帮助一个老太夫 打伤了人 不过今天已经和解了 我知道了 好好定谨一点 我可不想再掉进他的陷阱 把刀相助吗 还真是希望在多无一个地方跌倒 快 跑 你能刻处 走 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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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们 好什么你 我求求你们了 他跟我伏技有事有活的 你还想怎么着呢 我求求你们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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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跟他们走吧 也好有苦繁殖 牛 我不要跟你分开 我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牛 站住 牛 牛 牛变了 活不长了 你要好好活着 将来越训练 越留个恨我 牛 你别说这些了 咱们离开这儿吧 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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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起来 牛 牛 咱不能在这儿 快被抓住了 牛 牛现在是跑不动了 你就跟他们走吧 牛 你别说了 我绝对不会丢下你的 牛 牛 都会髒 你觉得他们自己往里面跑 不是 他的手 贼 armies 感谢观看